上次我都說過了 我要利益申報了之後 我亦都說不關我代不代言的事 而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Dr.Vian 他很有趣 說話很好聽 你知道我喜歡講話 我亦都喜歡聆聽 誰能夠打動我 我覺得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而且這麼多這麼有趣的 information 關於健康的可以告訴大家 一定要分享一下 好不好 如果您把泛臉的東西比較少 反而你的血糖會溫和上升 溫和下降 那這些過度飢餓的訊號就會少很多 泛臉 我第一天認識Vian 他已經渴望著我 叫我不要吃飯了 我曾經試過一段時間 但對不起 我真的發餓惡惡 發瘋惡 完全不可以 原來我不吃飯 不吃麵包 不要吃那些澱粉質 是麻煩的 根本上 我不可以的 那這就是我問你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可能我對你不夠好 我應該加多一句就慢慢改變 哎呀 你說漏了一句 我馬上失敗了 吃了七八十年的飯麵 你叫我突然改變是不可能的 我叫你先減一半 好了 習慣了 又再減一半 那就很容易 身體適應了 就可以了 還有 你減了能量的來源 不可以不給自己能量 吃什麼呢 油 油 吃油 好的油 例如你多一點橄欖油 多一點肥的食物 他叫我吃 Bacon 煙肉 叫我吃煙肉 吃煙肉 我們說煙肉 很會邪惡的 吃吧 其實這就是新同飲食 叫做Ketogenic Diet的道理 就是 教式的身體 是燒油 不是燒米 或者燒蜜 燒油做燃料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不需要全部 切掉 叫做全Ketogenic 你可以少一點飯麵 而多一點脂肪的食物 這樣可以的 梅菜溝肉 他叫我吃這些 我完全騙了 不要吃飯 不要吃麵麵 不要吃麵麵 梅菜溝肉 煙肉 我們本來說 我們這年紀不應該吃的食物 他就叫我吃 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朋友 但是 現在這樣聽 我又覺得 挺有趣的 我對不起 我想補充 我怕人們會誤會 為何梅菜購肉 煙肉可以 但我經常不叫你吃豬肉 豬肉是特別多寢生蟲 很多寢生蟲 很多寢生蟲 例如我曾經被你見過 那隻叫做 Vassil Lucispooski 那隻蟲 是要一百到一小時以上 才會死掉的 但在豬肉裡面 經常都有 經常都有的 所謂不是很熟悉 你沒有一整個小時 打火鍋 打火鍋六幾六 那就是很大的事 所以為何那些猶太人 那麼聰明 不吃豬肉 其實主要是因為這種原因 是他們自己 不吃豬肉 但是如果你是扣肉 你肯定不止一小時 如果你是煙肉 冬波肉 煙肉都搞了很多過程 才可以做到出來 很多這些煲湯的豬肉 都沒有問題 因為煲了很久 這些豬肉是安全的 但是食肥的天然食物 那些油就是你的燃料 就代替了那些飯麵 又是提外話 我們一個共同朋友 Yen 我這個朋友是年輕人 他跟我一起讀劇本 我從第一天早上 十點開始看到他 我就想吃早餐 不吃一杯咖啡 放食飯不吃 是由早到晚 我沒有看過他吃過東西 然後十點到晚 我們就下班了 他才回家吃一頓 他做好東西之後 他就在家吃牛扒 然後有一天 終於有一天 就是很晚了 我就看到他 我們去了深井吃燒鵝 我們四個人叫了一隻燒鵝 斬開了兩碟 他一個人吃了一碟 半隻燒鵝 我們在聊天 沒有了 他只吃一頓 他真的一天只吃一頓 這是什麼 這是好東西 這是2016年 諾貝爾獎得主 宣布的 叫做奧特科技的道理 奧特科技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身體 我們要激活一個系統 去身體大掃除 他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會把一些 衰殘的 舊的 死的細胞 拿那些材料 去重新再 循環再用 去做一些新的細胞 如果我們身體 不經常去 把一些殘的 舊的東西 我們就變得衰老 和我們容易有 慢性疾病 要這個過程 充分的 引發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斷食的方法 Yang的方法 以前當兵 他的斷食方法 就是 根據他們的研究 只要每天有 16小時 最理想的 其實差一點都可以 有16小時的飢餓 或者不吃東西 喝水沒有問題 我們就 可以 身體有足夠的 這種 免疫系會發生 期間那8小時 是 任吃 吃整隻燒鵝 就行 吃到就行 整個貨櫃 吃完都行 你吃得 你的胃 都是一點幾升 你吃極的有限 但是那8小時 你怎麼吃 都不會肥 因為 16小時的免疫系 會令到你 是不會肥的 你是會把很多垃圾 去 但是 我現在想起 我是一個 發惡惡的人 人家說 導演一定是最晚吃飯 我不是 我第一個 就是什麼時候有飯吃 放吃飯 我是那種惡惡 那是否因為 年紀的問題 還是意志力的問題 是甚麼 其實是一種習慣的問題 你想想 我們經常都說 跟原始人生活 特別長命 以前的人 一千幾百歲 以前哪有一天三餐 哪有餐廳 原始人 這麼多年前 走走走走走 才刺到一隻兔子 在海裡 不知搞多久 才刺到一條魚 還有很多天才有 這麼多的動物去吃 大部分時間 都是 掘一些 番薯出來 看到生果 就快來吃 還要跟其他動物去爭 又不見牠餓 又不見牠死 又不見牠死 死就沒有後代 現在沒有那麼多人 其實 人需要的食物 是不多的 營養師也算到 你要多少卡路里一天 而我們現在的人 多數都吃多了 是吃多了 我們要的不多 所以那八個小時 你習慣了的話 任你吃都沒有問題 那十六個小時 你便可以短食 通常都是一夜晚 因為那十六個小時 你自己選擇 尤其選擇 其中有十個小時 睡覺 然後起床 吃一餐 下午後 一路不吃都可以 那個時間 任你控制 可以 skip早餐 可以 skip晚餐 那就有十個小時 當然 不是每個人做到的 做不到 我想試一下 是不是年輕人 會比較容易一些 一樣的 但你有應酬 你就晚餐搞不定 不是的 他應酬 他都不吃的 真的很討厭 因為我請他吃 他都不吃 很生氣 請教遠紅外線 有沒有這樣的功能 就是舒緩血管 那樣東西 軟紅外線 是一個很好的光 一種電磁波 也是一種光 它是可以令血管放鬆 令血液更加容易循環 但軟紅外線 其實我們不用淺的 天天都有的 曬太陽 任何發熱的東西 都有軟紅外線 沖個熱水涼 浸溫泉 你去拿個暖水袋 暖着自己 這些全部都是軟紅外線 甚至有些電器店 買的燈 軟紅外線的燈 幾百元一個 老人家很適合 暖着自己 或者是浸腳 晚上淋睡浸腳 都是軟紅外線的事業 是一個很便宜的養生方法 嗯 大家都可以做的 最後兩條三條問題 基本上都是很商業的 即是 I want 小朋友用不用得 在哪裏買 在那些什麼店 我們現在在那些什麼店 賣到 在Picolab的店 當然有Picolab的店 你看到我的樣子 那些店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那些人 怎樣 訂閱 按鐘仔 繼續看健康蛋 我告訴你 這些人一定是我常客 你放心 因為實在有 說話就很好聽 大家就可以掌知識了 那為什麼不抓他們來談 我自己不認識這些事情 最好我認識的人說話 就說得這麼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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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